各位同仁,今天很高興找到大家很期盼的蘇惟布堂部長 關於他無非再介紹,你們去網路看,會比我更了解他 事實上,我在我年輕的時候,跟他爸爸媽媽認識 那時候還沒有他 後來我就看到說,哇,這麼大啦,這麼高大 那我甚至跟各位講,前一時候的宣誓的時候,他剛好站在我前面 結果我就顯得很渺小 他們說,統統在哪裡,我都不曉得 就這樣,那我們後來的觀眾 謝謝 有麥克風嗎?是那一支嗎? OK 麥克風這邊有 好,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在來的路上已經看到那個slido的連結啊,已經有很多人有提出,開始提出問題了 那所以我會多留一些時間給這個Q&A 那大家應該都已經有掃這個Q&A code了嘛 我們不用再特別留時間來掃這個 那我會盡量在我講的過程裡面就先融入一些對於這些提問的回答 那但是隨時都非常歡迎的追問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全民宿委員請 順發的部是去年8月22號,8月27號,正式掛牌 但是在8月初的時候,其實大家對我們的印象其實就是跟著一個就是Speaker Pelosi 來的時候 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資案上的一些事件 大家可能還記得就是在可能台鐵的外面的廣告牆的看板啊 7-11的這個看板啊 或者是說當時如果他就試著連到網站 好比像說總統科的網站,國防部的網站 或者是外交部的網站的話 就會有幾個小時連不上啊等等的這種狀況 大家應該還記得 那這個情況之下,其實數位韧性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怎麼樣子回應這樣子的新的狀況 而且呢不但是能夠面對他接受他 還可以處理他放下他 就是說確保說我們調整我們的系統 讓之後攻擊者必須要付出不成比例的這個成本 才能夠再獲得像他們上次去年8月獲得的那樣子的一點點效果 那這個就是任性的意思 那全民數位韧性的全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的回應的方式 不是只有政府自己在做 而是所有在網際網路上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來一起參與我們這樣子聯防的快速恢復 然後從打擊裡面成長這樣子的前進 那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我們在那個當時我不是有公開講說 我們數位發展部的網站去年8月上線的那一個小時 就是他們軍演開始的同一個小時 所以他們說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什麼時候要上網站 然後我很公開說這個我們網站這個一秒鐘都沒有被阻斷 都沒有被打下來過 然後呢當然我這樣子一講就很多人免費幫我們做測試 這個各國都有 那但是確實也真的就是一秒鐘都沒有被打下來過 那但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運用了一些新的想法 把網站上面給民眾做申請的部分 就所謂動態的部分 每個人填表都不一樣的部分 跟靜態的部分就是比較是發布啊 新聞訊息啊包含影片啊這個等等 每個人看都一樣的部分 把它完全分開 那靜態的這個部分呢 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用他自己的電腦裡面一些空的硬碟空間 或者他沒有在用的平款幫我們做備份 那這個就叫IPFS 是一個分散式的這個技術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就是說用了這個技術 就是IPFS的這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的好處就是說 在以前防守防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 你要加防火墻啊要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那攻擊方呢只要找到你的防禦裡面 某一個最脆弱的點 然後擊中好像打電話打1922或什麼 就是去攀斷到那個總擊就好了 因為他並不需要真正的takeover那個地方 他只要創造出好像別人臉不上的那個假象 他就可以去宣布說他已經攻占那個地方了 他只是為了混淆這個訊息嘛 那所以說防禦方在以前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 而攻擊方只需要找出其中某個動作 但是因為我們採用了這個新的假作 所以就完全反過來 就是說我們防禦方是分散在世界各地 甚至是在威權政體裡面的人 他只要願意貢獻出一點點他的硬碟 也可以幫我們來做備份 那攻擊方呢就要找到所有的這個是20萬多少台電腦 那每一個都要找到一起每一個都要打下來 他才有可能讓我們的網站連不到 所以他就是一種好像非堆秤作假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整個思維裡面 我們就不是說好像每次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單點的解決那個事情 而是說從那個事件去看到說 我們怎麼改變這個攻擊跟防守雙方資源的消耗 然後盡可能去快速地重建我們底下這個infra 就是我們現在希望叫做公共建設 這個共同建設 然後去確保說之後再有攻擊的時候 防守方不需要付出額外的代價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當初開的時候 一個很具體的這個例子 那在同樣是在去年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基輔被莫斯科方面攻擊 那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情況 我自己是會扮演不水長 然後就在那邊看這個TF Independent 就是他們的當地的新聞記者的報導 或者是Selensky每天的講話 或者是說他說不要給他搭便車了 給他那個彈藥就好啊 什麼之類的 有很多就是讓大家知道說那邊實際發生什麼事情 那但是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沒有這樣子類似眼見為品 即使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那其實俄羅斯方面其實是會做很多這種合成的 偽造的影音啊 那所以如果布克蘭沒有辦法往外面去做通訊 做即時的這種對談的話 那很可能就像當時克里米亞的狀況一樣 就是大家關心一陣子之後就不知道要關心什麼了 因為沒有人知道到底實際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學到的就是 如果好比像說地震造成這個海岸的斷裏啊 那我們就要確保說我們有足夠多的衛星 那能夠讓我們要對外通訊的時候 那還是可以即時的有這個影音 那而且呢 雞蛋也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因為我們也從未來看到說 如果你只依賴一家衛星通訊商 然後他不讓你的某個地區通訊的話 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同時跟好幾個不同的衛星通訊商 甚至未來TASA 我們的太空中心自己要有自己的Constellation 那同樣就用多元意識的方式來做彼此的備員 所以這個多元意識的通訊人形 就跟我們在資安上面回應這種估計啊 打擊的人形 這個也是一樣重要的 那這個用得到當然不是只是像新聞記者等等 我們所有平常公務的聯繫啊通訊啊 在海岸斷掉的情況下 大家就要想一想是說 我們在用的傳訊的人體 好比像說羅社亂 那他如果有某些部分他是在國外的 那在海岸斷掉只剩微信通訊的情況下 那你發訊息大概就要很久 那對方才能夠接得到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採取的是 好比像說我們自己在數位部裡面用的是Google Meet 那這個Google Meet 他是已經承諾說他會是放在很多帳簧 或者其他反正就是我們國內的機房 那管的這個人員 他也是具有我國國籍的這個人員 所以即使是海岸全部都斷掉了 我們就還是繼續開始巡迴 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因為他所有的路由都是在就是島內的這個路由 那我們真的需要跟國外去做視訊的時候 再去用到那個微信的頻款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確保說這些所謂的公有雲啊 這些包含微軟啊或者Google啊或者Amazon啊等等的廠商 都要能夠去超前部署去想說海岸被地震都摧毀 當然這個地震可能自然可能人為的地震都摧毀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保持我們通訊的人性 所以剛才講到了很多部分嘛 對不對 一個是participation 就是大家只要願意來聯訪 願意來使用這一套比較新的分散式系統 大家都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那二方面我們要能夠在就是 有應變這個通訊被截斷的時候 透過一種plurality of vendors 就是有多個不同的提供者的方式 然後去確保我們的應變的韧性 然後呢我們自己的整個產業的數位轉型 也必須要導入這些觀念 那包含我們產業的自然 我們的自然產業本身 大概都要有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去跟社會去跟這個突發的應變 把它結合起來 那這樣加起來就是所謂的群衆人性 那我們在當時設計這個組織制度的時候 我們是把就是全民都可以參與的部分 就全部放在部本部 所以我們的幾個司大概就是去確保說 包含我們的數位策略 然後我們任性建設資源管理 包含普及服務啊等等 那數位政府就是以前的國發會資本處 共通的這些應用服務 我們的民主網絡就是我們的外交相關的 但是這個國際關係可能是以就是有民主理念的國家 或者在國際民主的國家裡面有民主理念的組織 大概都是我們民主網絡司的合作的對象 那以及我們透過資料跟數據的供應 MyData Open Data等等來發展多元的創新 多元創新司 那這些都是比較屬於設法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的產發 就是像大家可能有聽過的人士集啊 或者是綜合性變商啊等等 這些都在數位產業署 然後我們的政府的自動安全的保護 那以及我們關鍵區設施的保護 則是在自動安全署 那我們即將在本週揭牌的國家自動安全研究院 就會是同時去服務 包含我們的這個數位政府司 我們的自動安全署 甚至數位產業署 一些關於民間的 最近大家也常常問到的一些各自 或者是資安的相關的事件 這個都是我們的自動安全研究院 可以來幫忙處理的 大概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組織的設計 那我大概再舉一兩個例子 我們就來進行Q&A 另外一個是我們在 因為我之前在指揮中心 有就是服務過一陣子嘛 那我們就發現說 指揮中心每天下午兩年的記者會 然後發行文章等等 有一些就是段網址 cdc.tw 但是問題就是說 cdc.tw這個網址 它並沒有很明確 它是一個政府的網址 所以如果今天就是別的 比方說就是cdc.org 或者是電什麼其他的 其實它看起來跟那個網址的可信度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所以就很容易有人 特別是像那個防疫的補助 就會很容易去冒用 衛服務部的名義 然後說你點進這邊 填進你的個字 那你就會收到這個防疫的補貼 那很久不會收到 反而會收到電腦病毒啊 詐騙電話之類的 那所以當時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那每個部會可能都有一些 自己的解決方法 那但是後來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那我不如就是用一個 大家都可以用的一個 common infrastructure 就是一個共同的建設 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gov.tw 寫線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個gov.tw 顯然只有政府的網址才能夠用嘛 所以大家只要到url.gov.tw 就這個url 那輸入你自己的gov.tw的email 然後跟你要搜網址的那一個 對外發布的gov.tw網域的這個網址 所以他只要申請的人的email是gov.tw 他要搜的那個長網址也是gov.tw 我們的系統就會發一個很短的 gov.tw斜線三碼給你 那一方面他的這個長度比任何市面上都要短 那所以事實上是更方便 那二方面是說他也更安全 因為他同時做了你的身份的驗證 給你那個網址的驗證 所以實驗子在收到的時候 他看到是這個hdps 冒線寫線 gov.tw的線紫 斜線什麼 他就可以很安心的點開 知道說這是一個公務員 幫我索碼的一個公務網址 那像這樣子就一次解決所有公務人員的 共通的一個問題的做法 我們也會接下來是用 就是所謂public code 就是拋棄著作權的方式 是出 那這樣子的話 任何的好比像說edu.tw 就是教育骨子課室等等 如果他要幫他的 催俗的大學院校啊 或者其他的國家啊等等 提供類似的服務的時候 他就不用再去找廠商重頭開發 他就只要找一個維護的廠商 去把我們開發的這一套 去做客製的話就可以了 所以就像就是一個人開發之後 他如果從頭到尾都要維護的話 他能夠照顧的需求就變得很有限 但是當我們這樣子 拋棄掉出作權的話 那我們一個人開發之後 所有人都可以按照他實際的需求 來克制化 然後很多人都可以一起維護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所謂的public code 所謂的公共城市 就是我們接下來去開發這些 共同的建設 所要採用的這些方法 好 那我們最後再講一個 就是大家可能有之前有聽到說 我們在民主網絡司裡面有一個多元宇宙科 專門去研究這種西馬互通這樣子的一些工作 那西馬互通的工作 其實大家如果有用過手機的話 你切換電信箱的時候不用改手機好嗎 這個大家也知道 就是polybility 那一旦有了這個之後 其實電信箱就很難 就是明明在你家附近提供比較不好的服務 但是知道你沒有辦法西馬 西馬需要花的成本很高 所以就把你綁在特定的電信箱裡面 因為我小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跨行的金融卡 只有提款卡的時候 甚至也是就是我家附近有哪些提款機 我就大概就是要用那些 航庫的服務 因為沒有要跨行提款 但是如果有人出來說 那我們就是要做跨行提款的 這叫protocol 這種協定 或者是說剛剛講到的 西馬的 電信西馬的這種協定 或者email 在不同的email網域之間 大家可以彼此寄email的這種協定 或者像現在twitter 因為被Lemask買走了 所以很多twitter本來的開發者 正在研究這個 Norstrips Nord等等 看起來就像twitter 但是不會被任何一個 就是Elon Musk 就把你的帳號取消 等等的這種 他可以跨不同的社交平台 不同的這種協定 那這樣子才能夠 比較徹底的解決一種問題 就是說我為了要看某些 我親朋好友的內容 然後我不得不去裝一些 我其實不是很想裝的 那樣子的應用程式 那如果大家有聽podcast的話 其實podcast之前 就是我們有研發podcast 相關的一些協定 它就已經是這樣 就是你用什麼平台發布podcast 跟我聽的人要用什麼軟體聽 這兩個是無關的 不會因為你要聽某個人 在蘋果那邊錄的podcast 或spotify錄的podcast 你這邊就不能夠去裝KKBOX 或什麼其他聽podcast的軟體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任何人發現說 那這個軟體它對我的隐私 或者是個資 或者是其他狀況 或資安有疑慮的話 那我直接切換到一個更好的軟體 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好像 我的聯絡簿就完全不見了 即時訊息也都不能傳了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互動性 我們在國際上面 W3C 或者FIDO 這些組織都在研發這樣的東西 我們特別去網絡 也有加入去剛做這樣子的一個會員 所以很歡迎問這個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在接下來是不是就直接進入Q&A 那在回答之前 就是舉手的優先順序是比螢幕上面要來的高的 所以任何時候 你只要舉手 那就保證這個就可以直接對話 直接回答 但是如果沒有人舉手的話 那我就會按照按讚數量最高的來回答 這樣子應該OK吧 所以我給大家大概20秒 看看有沒有人要舉手 或者看了這些問題之後 這個當初提問 因為很多是匿名嘛 有沒有就是想要把這個問題講得更詳細的 還是其實很多問題是匿名的時候 比較容易問出來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常常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沒有特別要follow up的話 我就從這個最高票的開始了 很民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某個問題 被提前回答的話 那你只要掃出個Q&A 然後按那個問題讚就可以了 它就會自動的浮到上面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說 前面進來許多民間組織 發生治安相關的問題 那政府部門應該要怎麼樣子的看待 那今天其實院會後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中院發言人嘛 已經有大概跟大家說明了我們的新的 這樣子一個處理的方式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每一個專責機關 好比像說Irent這些 那當然是陸正 那華航可能是美航群之類 那他們對他們自己的 這些民間機構的那個管理的拘束力 當然是最大的 那按照我們目前的個子法 其實不要看說好像Irent 只能罰他20萬 因為就是限期兩天改善 他沒有兩天改善罰了20萬 好像20萬很少 如果你連續這樣子罰了幾次 他還不改善 然後你認為有必要的話 其實你可以要求他按照格子法 不准再使用個人資料 那一個註冊公司如果不能再使用個人資料 大概就不是註冊公司了 他等於就是停業了 那但是個子法裡面很明白講說 這個是要橫著這個必要性 你要對他侵害最小的這個方式 所以如果他還有這個狡猾之可能的話 你不能一下子要他不能夠處理資料 但是你就可以這樣子連續行政檢查 然後連續處罰 然後他要嘛就改好了 要嘛就沒有改好 那這個情況 所以個子法並不是像很多這個輿論所講的說 好像他是沒有牙齒那樣子的感覺 他是像是個progress 那但是這裡很多的主政機關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他說他有改好了 他的安危辦法也寫了什麼很多技術的名字 那但是我可能是學民航的或者學陸正的 我怎麼知道他寫的這個是對的 所以個子法裡面也特別有講說 你在去行政檢查的時候 可以帶諮詢人員一起去檢查 那這個資訊人員到底是誰呢 這個就是我們書衛部可以幫忙的地方了 我們在通報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TWCERT TWCERT CEC 那他是任何民間的這種資安事件 或可能資安事件 反正你就通報給TWCERT就對了 他就會第一時間去看有沒有這件事情 怎麼樣處理 我自己在就是過年的時候 年假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連續上班的七天 我就都在這個言評 那所以呢這個在當時大家就是輪職的 剩就是兩個人 然後其他人都去過年的時候 那我就接到那個國外的研究員說 這個I-RENT的這個資料庫 它沒有上鎖 沒有密碼等等 那所以呢 TWCERT的那個 他們是TWCERT的這個執行長 Kenny 董事長Kenny 就問我說 那就是為什麼是部長親自通報 然後我就說其實同學都去過年 那個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在 所以國外的研究員 寫信來的時候我就親自通報 那這個不是常態 就是過完年就不會是這樣子了 那 但是呢 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看 我們如果立刻發現 而且立刻讓TWCERT知道的話 即使I-RENT 他自己沒有回信 或者是沒有處理 那其實他用的那個雲端服務商 我們也認識啊 他用的雲端服務商 在外面的那一段提供接取 我們也認識啊 就是社會部因為把之前 就是分散在可能NCC 或者是經濟部 或者國發會 或者院子安處的 大家都集中到同一個部裡面來了嘛 所以就是裡面的每一層 可能我們都可以有一些方式 去確保說這個各自的 這個外洩不會持續發生 那當然I-RENT 他就是收到這個時候 他當然有做處理 有做改善等等 但是這個時候行政檢查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即將要正式接派的資安院 那我們就會派人去跟著 在這個例子上面是陸正寺 一起去看說 他所說的 他兩天改號 四天改號 六天改號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任何的各自法 雖然是分管和處管機關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 即時通報聯繫的方式 特別針對這些重大矩目的案件 來調動我們的法人的人 資安院的人 那同樣他們也要通過背景查核 所以雖然他是勞基法 但是行政法人 他在做這些行政檢查的事情的時候 他是有那樣子一個法律的授權的 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一個共用的一個破 就是任何的處管機關 他不一定需要說 好像什麼都是要部長親自通報 才派得出法人的人來 他隨時都可以透過這樣聯繫的方式 來找我們 所以事前在強化資安的防護的時候 我們是有提供一些指引 那你不遵守這些指引的時候 即時的這種通報 到事後的檢查 現在我們大概就有一整套 能夠提供的service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提供即時的聯繫 先要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要追問的話 就隨時換你舉手 那如果沒有舉手 就會再提到 那下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再往下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網路詐騙越來越猖獗 那社會財務如何幫忙打擊犯罪 抓出幕後的集團 當然就是我們並不是刑事警察局 所以我們並沒有抓出幕後集團的狀態 那個確實是涉及犯罪爭辦 但是我們每個禮拜就是從 就是數位產業署這邊跟 行事警察局那邊 其實是有一個定期的這個平台 所以我們有indicator 就是說那覺得這個很可能看起來就像是犯罪的記證 等等 我們是會及時去讓行事警察局那邊去知道 那反過來講就是 那我們能做什麼呢 因為綜合性的電商的平台 是我們的數位產業署所主張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問問他們說 願不願意接受我們這邊的一些資安廠商 他們其實已經有一些 你根本不用蒐集那麼多個子 還是可以做你的生意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記得我一開始講的那個不對陣作戰嗎 就是說如果你蒐集了一大堆個子 然後你就一起把個子放在那邊 那就好像毅然勿移啊 就是天氣一熱它就是會起火的 那所以這個防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攻擊防只要稍微點一能活起來嘛 那但是如果你要做 你不管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根本不用碰到個子的話 那就是攻擊防就要從頭到尾 都必須要能夠冒充你啊 冒充你的這個正當的目的啊 冒充你手上的那一台手機啊 還要看你的指紋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你越往那個源頭 你就越難全面的去冒充 但是如果你的下游 就是在做資料處理的這邊 有源頭那邊的整個RAWDATA的copy 就是你整份都已經拿來了 然後慢慢在這邊做統計做分析做聯絡做什麼的話 那你的這個危險就比你的源頭還要高 因為你的源頭是有嚴密的自然保護的 但是你在做處理的時候可能就沒有想到這麼多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目的就是讓下游 還是可以做它的資料的處理跟應用 但是它不需要接觸到上游的那種個資 然後把上游去保護好 好 那這些範稱為PET 就是隐私強化技術 那這些隐私強化技術 我們當然有些認識的廠商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問這些大型的綜合電商說 那你願不願意跟他們了解一下嗎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願意 確實我們也不是建立機關 那綜合性電商也不需要什麼執照 所以我們也不能怎麼樣 但是我們就可以公佈說 哪些大型電商就是連彈都不願意彈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也就是每個都這樣講了 然後大家都願意彈 也沒有背後補 那所以就很好 所以我們就很成功地扶到了他們 那去引進這些技術 那這些技術其實並不複雜 舉例來講 像如果就是你訂餐啊什麼的 那他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想要聯絡誰呢 我出貨會比較慢啊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時候呢 常常他是經過一個總輯來的 也就是說那個人是沒有你的手機號碼 他是只有你的目前這個訂單 所需要的那個訂單號碼 他是進入那個代碼 然後再轉接到你的手機 那這樣子的話呢 等你這個單送到了 然後都沒事了 你也簽收了 那這個代碼就喪失作用 他再打這個代碼 也聯絡不到你的手機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物流的這位朋友 就算他的自然保護 沒有做得非常的完整 他整個資料戶都被拷去 他也只能看到前面訂單的那些代碼 但是那些代碼 他已經沒有辦法再還原到你的手機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他的資安措施不是百分之百 那你也沒有損失嘛 這個就是非對成防禦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就會盡可能的 透過這樣代碼化的方式 去把這些就是音色強化情緒導入到這些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台灣的資安業者也很高興看到這件事 因為以前只有就是最大的那些上市會公司 被金網會法尊要求啊 ISO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才能夠做這樣子的生意 但是現在就是連綜合性電商 或者是一些賣書的 賣百貨的 等等 他只要這個各自的紀錄 看是有一點不好的 那我們就會規勸他們說要不要採用這個 那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對它怎樣 但它的主管器官可以對它怎麼樣 而且新鮮解操我們會賠嘛 所以就整個概念大概都是在這邊把它串在一起 那下一個問題其實也跟這個問題非常有關係 荷蘭的統計局把全國重要的數據資料集中連接運用的做法 有人認為高效益 有人認為高危險 是不是值得我來仿效 我們現在在推行這個所謂數據公益 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是重新定義了數據這兩個字的意思 我們現在是non-personal data 就是歐盟所說的運用時無設各自的資料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數據 但這個當然跟以前的用法不一樣 以前數據講的是numeric data 就是說採用數字形式存放的資料 文字就不是數據 舉例來說 但是現在因為是GPT的年代 就是文字其實也是數字 對於這些AI模型來講 任何東西你只要數位化 就是數字了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說 數據這個字 因為以前大概都是這樣統計數據 大數據等等 它裡面有一種就是統計性質 就是說當你在用所謂數據 或者大數據的時候 你並不是真的很care 裡面的每一筆的那個格子 你要的是整個趨勢 整個統計它的性質 它等等這些 巡政決策所需要的一些evidence等等 那當這些用法在用的時候 如果我們引用這些 疑似強化技術 可以讓你在統計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碰到rodata 對做統計的人絕對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就不是很想看到rodata 你是希望你的統計是準確的 對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兼顧資料的可用性 跟隱私的保護 那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就把數據 從個人資料裡面整個切開來 就是說它要嘛就是個人資料 它要嘛就是數據 這兩個是互相不重疊的 所以當我們說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們要嘛講的是數據 就是完全無關各自的 要嘛就是說它依法 它就是必須公開 政府資訊公開發生不來 所以可能有一點點格子 但是它法律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公開才對的 這些事情 那所以有這樣子的區分之後 就突然變得很容易了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 要集中連結運用的話 我們集中的就不是真正的 那個rodata 舉例來說 我們如果要統計這個全國的 就是內政部的那些 附贈什麼的資料的話 那我們可以請內政部 先出一份合成資料 或者叫做模擬資料 那在這裡面也是2300萬 但是欄位也都一樣 但是裡面就沒有哪個是真人 就是完全都是模擬市民 那但是它可以讓開發演算法的人 大概知道它的分布是怎麼樣子 那等你開發完你的演算法 統計演算法之後 你可以反過來把這個演算法交給 有這個資料的 五證一證等等的單位 去幫你跑 那它跑完之後給你的一定 都是準確的資料 但是裡面是沒有各自的 那像這樣子的運用 就是它交給你的就是數據 但是個人資料還在它自己手上 它給你的合成或模擬資料 都是數據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做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接下來 會更多的採用這樣子的方式 它就可以去增加它的效益 但是減少它的危險 因為個人資料就不會 過分的集中在 本來就是沒有運用這些 個人資料的完整的運用的必要 在這些資料的處理症上面 大概是我們接下來的方向 那如果沒有要追問的話 我們就繼續 好 那請問國際上面 是以什麼指標 來評量一國全民數位任性的優劣 我國這個指標表現如何 以及未來目標跟做法怎麼樣 非常好的問題 感覺是就是要寫實證方針那樣子的 比較大的問題 前菜號本不是認方針 其實我國在國際上面 會不會要找到田大學的國際評比 我們有五個指標是全球前十名 那包含就是網路的基礎建設 線上的應用服務 政府資訊長活躍的程度 數位政府這個戰略的推廣 就是awareness 還有就是參與的程度 就是開放政府 用開放的方式來數位轉型的這個程度 那我們排名都是相當高的 那為什麼在講全民數位任性 講的就是說 我們關心的並不是說 好像國家幫把人民保護的多好 而是說國家跟人民分享 怎麼樣把彼此保護的更好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在防疫的這三年 所謂的台灣model 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是靠大家都了解 這一波的病毒 不管哪個希拉字母 它的特性是什麼 哪些做法有效 哪些做法可能疫情有效下 已經不太有效了 然後很快的去把民間的這種創新 讓我們政府知道說 這些新的做法 像簡訊實驗制啊等等 因為我們本來的就在那邊 就是一直寫自己的手機號碼 顯然是比較容易保護各自 而且也可以在醫療上面 起到比較大的作用等等 所以當只有當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目前版本的病毒 以及怎麼樣子去回應的 這個道理的時候 民間才有可能提出創新的做法 而且快速被政府參加 那這個時候就很需要 剛剛所講的 就是參與式的開放政府的方式 來做數位轉型 所以大概這幾個就是WASEDA 就是早早點大學的indicator 是跟我們這個全民跟任性的互相扣合 是比較有關係的 那當然像Digital Wellbeing 像WEF等等 在特別是就是烏克蘭的狀況發生之後 大家都跑來量子這種東西了 所以我想在 就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從頭去做一個任性相關的indicator 而是說國際上面那幾個大的indicator的index 大概都在最近特別是疫情發生之後 開始加上resilience相關的這些measurement 那我們目前的表現當然是 大概都是在第10年上下 那但是我們碰到的挑戰 絕對是前三年 所以這是有很多我們還可以繼續經濟的地方 大概事情回答到這裡 好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多人知道的 就是英國的做法是採用一個可信賴的第三方來杜絕隱私外寫 所以在資料應用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大家都相信的 而且它自己本身並沒有就是各自的運用業務 它全部做的事情就是幫大家去處理這些互相傳結的 這個等於是執行我剛剛所講的隱私強化技術的地方 這樣子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不過當然我們要執行這個我們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獨立的各自的專責的一個機制 就是要有一個獨立的這個各自保護官或者主委或者之類的 那大家都知道說 話比上說 運安會它並沒有要推廣哪種特定的就是火車或者是飛機的那種業務 它不能一面去推廣業務 然後一面又去做這種事故調查分析等等 所以它必須要是有一定的獨立性 那這個獨立性也是歐盟在GDPR所要求的 所以英國雖然現在不是歐盟的一部分了 但是他們還是就是秉持這樣子的精神 用一個獨立的各自保護官跟他的辦公室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今天在院會後的記者會上面 發言人也有說嘛 那院長有停了這個狀態 那也覺得說我們應該要 可能就是比憲法法庭要求 我們在接下來兩年之內把這一套獨立的機制端出來 可能還要更加速來進行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只有在組織上面有一個獨立的就是各自的保護 它這個底下的不管是哪一個做隱私強化技術 或者是這邊所講的資料連結的這個中心 才會被大家所相信 不然就會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你一面推廣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你雖然監督別人 但是你會不會監督自己呢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當時在社會發言部製作团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把各自專責機制 歸到社會發言部裏面 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是很同意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也不斷地在投資 甚至在資産院裡面去累積這樣子的能量跟人才 那但是未來就是有這樣子 就是獨立專責機制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很樂意提供這樣子的資源 甚至移過過去 都沒有問題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Changept 對於如何強化全民數位任性 成功關鍵是什麼 這個有以下的答覆 那所以認為說Changept是不是可以用在公務上面 以及如何應用 我們來看一下 Changept表示 應該要加強數位素養的教育 支援數位技術的發展 培養數位的人才 以及建立安全的數位環境 成功的關鍵就是要合作協調跟長期投資 來建立一個全面全方位的數位支援網路 來提高全民的數位任性 非常棒 它就是把全民跟數位跟任性 這有點像是一個互動式字典 把它加以展開 那這邊就是它的問題是說 怎麼樣在未來應用在公務上面 以及怎麼樣子來應用 我自己其實很常要Changept 我每次就是想要一個靈感的時候 我覺得要Changept提出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可能的做法 然後呢 我又會要求他 反駁他自己剛剛提的論點 然後再提出新的做法 然後再反駁他 再提出新的做法等等 所以他對於這種發散式的 就是brainstorming 當你就是覺得 你的思路可能卡在既有的思路 然後你需要想一些這個 跳出框框之外 發散式的觀點的時候 我覺得卻比GP非常的好用 那但是如果是修煉性的 就是這邊有很多客觀的事實 然後請他綜合這些東西 做出一個判斷的時候 那他通常就是會開始下班 就是因為他並不知道你實際在的那個情況 所以他就會開始腦補一個情況 然後推薦一些可能不一定可行的這些方案 所以凡是修煉性質的時候 我覺得ChartGP就不太那麼好用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微軟後來有更新這個ChartGPT 透過大家跟ChartGPT 就是GPT三連我們的討論 往GPT4去做升級 那最近也放在bin.com裡面應用 所以這個時候呢 好比像說 如果你要問bin.com的那個GPT GPT4 問說 那好比像說 我要fire掉一些員工 我應該要怎麼寫信給他 他們才不會覺得不爽什麼之類的 的時候 他就不會像ChartGP那樣下班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需要關於你的智商環境的事情 這個需要人跟人之間的empathy 需要同理性等等等等 所以說 我沒有辦法幫你寫這封信 但是我可以提醒你說 你應該考慮這件事情 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比較好的一個貶解 他就比較 沒有那種 好像收斂的時候 判斷的時候 還幫你勞國界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他是蠻 就是微軟對於GPT的發展方向 他是比較朝向 我們之前一直主張的 就是assistive 他是好像你的個人助理協助你 不是要幫你想判斷 他是accountable 就是他講的每一句話 每個建議 他應該附上 是哪一個網站來的 有citation 讓你可以回去看說 這個來源是不是真的這樣講 還是是他在亂拜 那TradeGPT這兩個都不太有做到 但是 因為大家的回饋是說 你如果不做到這兩個在倫理上 真的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在Bee.com的那個新版本 在這個上面有稍微做一些改善 所以大概就是目前先這樣子 初步的回答 當然之後GPT567的時候 一定還會有不同的回答吧 但是目前3.5跟4的時候 大概就是先這樣給大家 台灣目前已經逐漸進入高齡化的社會 怎麼樣讓高齡者可以適應數位的時代 不會成為數位的邊緣人 我們在就是數位智慧調查等等 常常都看到說其實不一定是高齡者 也有很多人他是就是因為疫情 所以他好像不得不用了一下這個遠距 去點餐啊學習啊工作啊或之類 但是他就是可能互動的模式 他是偏好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他雖然會用這些 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數位邊緣人 但是你給他兩個選項的時候 他還是會來用這種人跟人之間互動的模式 那我剛剛講到的就是assistive 輔助式智慧的觀念 應該就是說我們是要讓這樣子 面對面臨貴的這樣子的事情 他可以盡量減低那個貴人的服務提供者的負擔 但是不是說硬要那個來的人 他就一定要變成只能掃QR code 或者只能用平板 或者只能在家裡遠距來使用 所以這兩個就是你可以去 讓照顧者的生活變得更好 用很多的科技或數位科技 讓照顧者能夠很容易聯繫到一個 支持系統 但是呢 被照顧者就是這個高齡的人士的話 你硬要他去改變習慣 似乎看不出什麼必要性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之前 在疫情期間 設計幾乎所有的這些系統的時候 它都是一種無害並存的狀況 就是說 像我們弄解訓實驗制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說你非得掃QR code 不肯 首先視障者就不太肯掃QR code 所以他還是可以就是蓋個性名章就進去 我們也有隱私強化嘛 如果你不想要寫你的手機號碼給便利商店下一個顧客看到的話 那後來便利商店也都強化隱私 變成一個好像投票箱的東西 所以你只要寫你的手機號碼丟進去就可以了 後面的那個人就看不到了 所以類比有類比的隱私強化技術 數位有數位的隱私強化技術 這兩個應該要是並存的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確保說後面在處理的這一段 他可以有效的共同的處理 不需要開兩三個不同的行動 我再舉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在我們之前就是擴大吉南救助的時候 第一次是每個衛生局 他零貴大家去填那個吉南救助一萬塊的申請票嘛 那所以就造成群聚啊排隊啊 新北市還端了幾大箱的那個紙箱到那個衛福部 請他們幫忙輸入啊 如果有人還記得的話 那但是我們後來在第二次辦這個的時候 就改成用明信片 所以就不管是里長啊 或者是社工啊任何人 他都可以很容易的印出一張S紙 然後給這些需要填的人 那他有銀行帳戶或郵局帳戶的話 他只要付貼那個封面就好了 沒有的話也可以寫說 我要有資料寄到哪裡 然後呢就對折 然後也免付郵票就丟到附近的郵筒就可以了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說郵筒24小時營業嘛 就沒有排隊的問題 那第二個全部集中之後 就會到一些他可能有一些生長啊 這個就業上面在疫情期間也有些比較困難的一些朋友 但是幫他們找到就業的這個工作 就是幫忙去做這個的輸入 那輸入之後又回到就是線上申請的那個平台 所以我們在申請平台這邊就只需要做一次資料的處理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些讓服務提供者 讓照顧者能夠更容易的處理 更大量的尋求的這個做法 我們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越靠近痛苦的 我們越讓他能夠增加他的處理 但是不是逼著他服務的這些高齡人士 就是去改變他跟就是人群的互動的方法 相反的如果他就是很喜歡打電話的話 那他聽到語音留言啊 或聽到什麼台語情暗一啊 英語情暗二 他覺得不是很習慣的話 反而我們應該就是去訓練我們的精心學習 讓他能夠直接就是跟他開始用mixed 隨便20種國家語言的任何語言 就開始聊天開始講話 那這個時候他才會感覺到比較自然 所以無論如何是機器去配合長者 或是要長者來配合機器 大概是最基本的想法 那之後好像在高齡科技 樂齡科技那邊 我們也會繼續來執行這樣子的想法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下一個就是針對資料治理 往往需要發展模式 而且需要時間來驗證模式 那會產生的資料跟技術 需要業務跟資訊單位相互溝通 相互協調的問題 請問部長對這一類資料應用 所產生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們自己在一開始 就是我2016年我剛進行政院 開始2014年就在行政院 4次在行政院 開始挑題目的時候 我們故意挑的就是一些 公務員自己也是受益者的題目 我舉例好比像說 我記得我們提的第一個 是簡化那個伯律卡的回銷 不要大家都這個廢去搭台灣 玩吧不可 那anyway 那這個當然大家都是stakeholder 那然後接下來又有 簡化那個報稅的過程嘛 綜合所得稅 當初就是報稅非常非常的冗長 尤其如果你不是windows的話 那現在我就變成 用手機稍微點擊一下 這個就報稅報完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它不是只是單純的辯明 而是說中間每一關的第一線的 業務人員也因為這樣子 你乾脆就不需要再手動 處理那麼多的業務 或是你只需要大概確認 它流程的正確性 而不是每一筆資料的正確性 就可以了等等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一些實質的audit 而不是完全procedural 就是程序性的這種audit 那在這個做法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第一線的人員 其實常常就是有最多創新的 所以我們就規劃了 所謂的總統配黑客送 我們就希望說大家 不管是科長 組長 甚至承辦 收在抽屜裡的一些改善方案 就不要一直收在抽屜裡面 而是說你透過總統配黑客送 可以組隊 甚至如果你覺得可行性 你的長官覺得可能不是很高的話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民間的 這些學者社群等等 來幫你提案 所以我們看那個提案的文字 就是有一種標開題的 那種很方正的感覺 就覺得說你應該是公務員提的 但是大家是可以請公假去參與 跟民間合作的這樣的黑客送 那如果最後有就是得名的話 作業團隊的話 那當然除了序長之外 你的這個想法就可以成真 那但是即使是沒有變成前二十名 那至少在這個組隊的過程裡面 你也能夠了解到說 諮詢單位 業務單位 跟民間的這些產業界 以及社群界 原來有很多在關心同樣的題目的人 那你就有一個支持系統 不會變成說好像只有我關心這件事情 我不太敢提 所以跟Smile Ego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提了這個問題 你看到有八個人按讚 你就知道說在場至少九個人 都關心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好像很值得大家多花時間來討論 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的 crowd agenda setting 就是大家用群眾的方法來設定 大家要討論什麼事情的議程 所以大概都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確保說 在一個資料流的就是上游中游下游 就是收集處理利用段 可以就是對齊在一起 然後就有點像那個合川流域治理這樣子 確保說它整個品質是乾淨的 然後這個水流是順暢的 就是在一個所謂的common urgency with clarity 就是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而且很明確地知道 為什麼很重要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可以多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好 那下一個問題有八位朋友關心的是說 政府機關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 要怎麼樣兼顧數據的穿接應用 跟各自保護 那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數據交換中心 來統籌辦理數據交換 資安以及資料準備相關的這種事宜 確實是這樣子 我之前在政委的時候 我就請向國王中心 花了相當多的力氣去研究 就是所謂的全同態加密 或者是這個多方加密計算 或剛講到的核整資料等等這些做法 就好像是一些防火的建材 你只要用這些建築材料搭 那就算是起火的 它也不可能延少 但是本來就是很像那個木建築 就是筍頭大家都會搭 而且都很好 但是一勺了就什麼都沒有 我們這個狀況 所以說這些新的建築材料 新一代的PETS 我們目前是已經開始有一些成果 而且有一些心得 特別是在防疫過程裡面 就是很快速地派上了用場 那但是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說那不管是接下來資安院 或者是本來的國網等等這些研究團隊 那我們當然現在都已經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就是沒有問題 但是誰來說它是就是完全的符合 這些各自相關的標準 那又回到誰來建立 建立這個這樣子一個問題 那所以同樣的 我們目前是透過靠評好資安匯報 或者是透過我們的各自聯繫機制等等 然後也援引一些國外的標準 來確保說這些建材 應該看起來大概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在接下來有就是更進一步的獨立 各自專責機制的時候 那就會是有這個獨立的專責機制 可能是院子安會等等 來認定說那這些做法才是真正的防火箭材 其實它就是讓大家先熟悉防火箭材吧 大概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規劃 所以技術的量能跟導入量能 我們這幾年大概都已經有在準備 那也可以先試驗 其實幾乎總統會被赫克松 五個卓越團隊裡面 常常兩三個就已經在試驗這種 新的資料交換的方式了 那等到接下來有真正的 獨立的各自專責機制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那哪些是第一波導入是絕對可行的 大概先回答到這邊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再問這個 就是社會法庭13號判決指出 那政府應該要如何來建立這個機制 那其實我們看其他的周邊國家 其實他不一定是重新 全部重新建立這樣子一個機制 他會去看既有的這樣子各自保護機制 哪些權責可以過來 哪些可以移播 然後哪些才需要新的等等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組織法 裡面compatible的這個做法 那以我目前的理解 就是這就像我剛才講願案會 該願案會是可能稍微比較像的 那但是就是具體採用什麼樣的組織法的設計架構等等 那這個因為目前各自房的主管機關是國發會 解釋機關是國發會 那然後就是組織法是任總 所以應該之後會有國發會跟任總來提出 就是大家可以討論的這樣子一種諮詢的草案 那但是這整個討論 大概我2016年加入就開始這方面的討論了 因為歐盟在推GDPR 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機制的話 那畢竟跟他們資料界階還是都是隔著一層 就是有種被禁運的感覺了 那所以很高興看到說 那目前院長已經很明確的說 我們就是要加速這件事情的進行了 好 那下一個問題問說 機關的資安防護跟數位轉型 因為重要 但是現有的資安跟資訊的人力不足 強化數位跟資安任性確實有挑戰 那是不是有提升公務機關資安 或者資訊人力的計劃 或者即將提供相關的協助 確實是有 我們目前碰到的挑戰之一 就是乙方把我們甲方的人挖過去蠻容易的 但是我們從乙方挖人回來真的不容易 那最多就是註點吧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狀況 我之前在政委辦公室的時候 也有就是資安相當厲害的一個架構式等等 然後台積電就用三倍的錢把它挖走了 你要我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 就是各行各業都碰到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是因為就是今晚會 要求上市貴公司都要設置資安長 跟資安團隊 那他們會找的人 當然就是在政府這邊已經確保 他什麼背景差額 什麼身家都沒有問題 因此值得托付的人 所以也有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邊一查核完 立刻就是月薪就往上加 他又跑了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概我們目前的想法 大概兩個吧 一個是說人才的對流 是很重要的 也不是說他一定要一輩子 在公務機關裡面 但是至少他在這邊的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可以稍微補到 比較接近市場上面行情的程度 所以在資安院 我們就透過行政法人 透過勞基法 他的這個續性的做法 基本上只要不要超過部長 他就不需要特別再簽包 那所以這個是就終於比較靠近別界了 大概還不能說是業界裡面的中上 就是剛剛好在中間 的這樣子一種續性標準 所以可以把一些人 透過行政法人的方式 變成一個come on poor 然後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是從這些人裡面 不管是透過巡檢啊 注點啊等等的方式 來支援大家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那這樣子可能也造成本來的 表20的資訊人員心裡覺得 好像哪裡怪怪的 對那所以這些人他也需要有一些 給他們一些很明確的一些 建制系統的要求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導入 身份設備行為模式三重推斷 三重驗證的所謂零性人嘛 那把既有的系統改成零性人這個系統 這個是非常花時間的 而且也不是資安院 隨便哪一個人就可以做到 你要非常熟悉你本來地端的 向上集中的這整套 才能夠做到 但是如果你不做到的話 那事實上 如果下次發生各自事件 那一看來記錄都不見了 你還是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是無論如何要做到的 所以如果能夠協助建制這張系統 有點像是一個quaterly challenge 就是說每一季說 你要做到這個要做到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套 技巧獎金的這個制度嗎 行政員本就有嘛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研理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給challenge 解除challenge 然後有技巧獎金 那這部分我們也正在跟您的總組討論 好 那下一個問題問說 IPFS的這個架構成效卓越 是不是有計劃推廣到其他部分 對我們事實上有跟各個部會 感興趣的資訊團隊 有開過這樣子的說明會了 有些不一定是IPFS 其實只是把網站的靜態動態部分區分開來 靜態的部分放到CDN 其實就已經可以緩解絕大部分的流量 那IPFS是真的海蘭斷光的時候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海蘭還沒有斷光的話 它就跟一個普通的CDN 大概也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們並不想要非用IPFS不可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測試 看你的網站到底有沒有真正意義上面的靜態化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套系統就像剛剛講是public cod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運用 那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跟我們樹政司就是以前的資管署來聯絡 那我們的資訊處就是部的資訊處也會適時的來提供協助 這套是我們已經準備就是可以擴散的 那這邊有個問題是說 那業界目前使用XBRL的這種格式 那機關的很多資料目前是使用XML 這個是財務報告裡面 那在發展或者是使用XBRL 這個要花很多錢 那是不是值得推動這樣子的標準 因為我在剛剛當部長的時候 我有詢匯到我們部裡面的各個司 然後我有也是開slide 大家也可以匿名提問題 然後我們就收到很多這個問題 但是不是講XBRL 是講ODF 就是除了這個要推open document的樹政司本身之外 那其他人都說 那我們也試著導入liber office 也試著導入這種通通的東西 但是特別是要做很多 就是跟民間業務交換的 那民間用ODF的人目前就不是非常多 那所以他們就有很多格式 啊 跑板啊 簡報啊 自行啊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的問題 每個都是小問題 那但是他要解決這些問題 他就要再去情場上 再開發新的轉接器 再開發新的轉接器 才能夠跟民間這個同步到某個程度 那後來我就跟同仁說 我們在推動的是一個開放格式 就是ODF 我們在推動並不是一套特定的軟體 不是Libre office 所以如果你的Libre office 就真的改不動 或者改得很貴的話 實際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大家都去用Google Doc 因為Google Doc是可以存ODF 它是也可以上傳ODF Google Spreadsheet也可以下載這個ODS 它也可以上傳ODS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開放格式文件的編輯器 之前大家擔心的只是海岸斷光了 你在公有云上面 那我所有這些東西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但是因為Google已經跟我們簽了 就是海岸斷光了 就是還是會繼續運運的那種協定 所以這個在洛門供應契約裡面都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不是問題了 所以你就不妨把Google Doc 當作一種ODF的編輯器 來使用 然後就忘記Odivre office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因為我並不是XPRL的專家 我也不知道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 有多少適用在XPRL上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開放格式的話 確實你就不是一定被你目前的這個Bender所鎖定 你永遠可以用這個開放格式 再去找一個能夠及時的反映你的那個需求的Bender 只解決你目前眼前需要解決這一小段問題 這是開放格式的用意 那如果你被鎖定在同一個Bender裡面 那這個開放格式就跟私有專屬格式 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通常都是像W34 要有三家不同的廠商 都能夠使作同一個標準 這個才能夠叫做開放的標準 所以就盡可能去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規劃 或許可以對這樣子的情況有一點幫助 但因為我不是Domain的專家 所以我從來不會 這個不懂裝懂 這個可能會 可能可以使用 也可能不一定使用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要舉手 問的Follow up的問題 Slide上的問題 好像就這樣 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唐部長的觀音的速度 抱歉手頭都不會打劫 那我們一個小時很快的就已經過去了 不過不曉得還有一個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次以掌聲 就請自信 繼續 immung 除外電 趙沙 下 跟趙部長 告下 謝謝 retsine 跟自己的小孩 說你們也跟趙部長 告下 好